前韩国WS501团员普正敏 为了拍手相剧《翻堂花园》 预计在台湾Longestay三个月 和台湾演员林欣、李湘玲 还有王传一共同合作 虽然这是第一次在台湾拍戏 但个性活泼开朗的普正敏 一下就与大家熟了起来 家里很大 因为他 就我了奇怪 就是相处起来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他其实算很开朗的 访问途中飘起了毛毛雨 演员们撑着闪不改神色 依旧聊得很开心 李湘玲大力称赞普正敏的中文 学得超级快 他真的学中文学得超级快 而且发音超好的 我本来就会学习韩文 然后刚开始就是会跟他用韩文讲话 然后他的经纪人就说 不要再用韩文跟他讲话 因为他要练中文 就是一直很努力 普正敏也不忘跟其他人交流韩语 不过却是从教章话开始 想当然的 普正敏也认识了不少台湾的不雅粗话 还调皮的在现场卖弄起来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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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可以啦 不要讲什么 我们私底下的讲话是很有礼貌的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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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在干嘛 看来语言已经不是障碍 也令人更加期待 普正敏会与其他演员 插出什么火花咯 Yes 越新闻中心 台北报道